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聚書言書的節目 今天我們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新的聚言書室,是嗎? 什麼?這個很明顯不是新的聚言書室 因為撞手了聚言書室,是嗎? 不是,我們今天出外景,Daniel 這麼厲害? 這是什麼地方? 新的書店叫做實言會社 哪個實? 實是社會言實的實 社會言實的實 社會言實的言 還有社會言實的社 很難啊 簡單來說就是把社會言實反轉就會變成新的社 這間位於上華新開張的書店 我們特地來這裡做一個外景 一方面要講書,一方面也要講這間書店 好,我們今天為大家帶來這本書 叫做別想擺脫書 這本書其實是一個對談錄 哪兩位對談者呢? 一位就是大家都比較熟悉 就是香港愛書之人都熟悉的 Umberto Echo 一個意大利的聯合家人 對 另外一位就是卡里愛爾 卡里愛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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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媽的名字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的电影版 所以大家说的方言本可能是他 因为有些因缘 所以这两位知识分子 欧洲著名知识分子 坐在一起做了一个对谈 那个谈 即是那个题目 都是跟书籍有关的 缘起是什么呢 就是 本书一开始也说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题目呢 本书不是说什么题目 但结果这个题目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 怎样说呢 这几个 我想是 其实这个 讲书究竟会不会消失这个话题 在过去十年来都已经很多人提过 尤其是网络的出现 有电子书 那些人就开始 就说那究竟书籍会不会 就是书这种 是会不会玩单 会不会搞 会不会玩完呢 这样 是的 那所以就请这两位 就讲 对谈 对谈 讲书 讲他们自己喜欢看什么书 对书籍的研究 还有 很多奇奇怪怪的 很搞笑的东西 对 为什么奇奇怪怪呢 对 如果你看这个书名 可能你不觉得里面很有趣 但是原来里面 是讲了很多白痴的故事的 是的 因为他们两个 对于愚昧 愚蠢 都是深入研究的 那么 以下来 我们也要跟大家讲一下 是的 好的 我们再讲一讲这本书 本来是法文版的 是的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 这本书是在2009年出的 第一本是原本的版本是法文版的 之后就出了中文译本 其实英文译本 刚刚才出了Halfback 是的 所以未出我们大众 是的 Paperback 现在都没有 所以这本我们就找到它 中文译本 好见中文译翻译是挺快的 我们真的 比这鬼佬 是的 很厉害 很差的鬼佬 Anyways 我们讲一下这本书 其实一开始 为什么我们选了题目 因为都是受它书名的吸引 为什么别想摆脱书 我想起 Danny Coyle首书店 我们都是摆脱书 谢谢 谢谢 Anyways 我们书里面都不够取 因为你研究 你看这本书的时候 发现这两位知识分子 他们对书籍的偏爱 都是一些 对书籍的偏爱 我也是有一种近乎 不理性的热爱 是的 是不理性的热爱 为什么呢 因为例如Echo 他自己是喜欢收集一些 两位喜欢收集真本 什么真本呢 就是这些很古老 十五、六世纪出版的书 最初印刷书 出现的时候的一些产品 是的 就是里面有一些很漂亮的刷画 但是在这类书里 他们尤其喜欢有一种题目的书 那些题目就是例如Echo 他喜欢收集一些关于人类的荒谬 愚昧 索索索的那一类的书 还有什么藝科学 他也喜欢看的 是的 Kerry又不知 也是喜欢看一些关于人类愚蠢的书 所以他们两个 臭味伤头 臭味伤头 蠢味伤头 是的 这本书里面就讲了很多 为什么他们对这个题目那么有兴趣呢 Danny 或者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他们两个对这个题目那么有兴趣 他有一本就是傅柯摆 就是Foucault's Pendulum 那本书就是 我想Foucault's Pendulum和Name of the Rose 两本书都有一个特别 就是真的跟书有关的 Name of the Rose 整个故事就围绕着一本书 他讲了 而Foucault's Pendulum 当然是讲到很多 刚刚讲了愚昧的 艺科学那些东西 但也跟知识有关 他这里没有讲到很清楚明白 但是其实 他们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 这两个题目是很玩的 你一听到这个题目 我说为什么书呢 我们讲一些愚昧的 但是在传统来讲 其实书是什么呢 书是胜在知识和真理 但是回到前面 他就说 其实书是胜在了很多垃圾 是的 但是奇怪 垃圾又不是被丢弃的对象 而是被真而重之的研究 所以其实他在这些概念 可以看到 你看这本书的时候 你就越看越发觉 这两个人真的傻傻的 你看一本书的时候 说有echo 肯定很厉害很难看 看了小说也要想很久 但原来 发现他们两个不为人之一面 就是两个都有一些 对于低能外白痴的 无聊东西的着迷 例如什么呢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卡利和尔在其中一篇的对谈 叫做愚蠢众 他们两个都对愚蠢无知 非常有兴趣 为什么呢 这里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说人的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都是建基于谋梦之上 为什么建基于谋梦之上 就是 例如大家很熟悉的 特勒米的地心梦 地心梦 地心梦 现在就知道是错的 因为地球是移动的 不是硬的 我们当然 因为有光伯利和加利略 告诉他 所以西方人就开始提出 其实地球在移动 围着太阳转 而不是太阳 而是地球转 但是这件事之前呢 这件事之前 就是有托洛文 特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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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说其他的星星 天洞学书 是绕着地球 就是地球就是世界的核心 然后所有的天体 都围着地球旋转 所以他就说 我们所有的认知 为什么建基于谋梦之上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次 对一些东西的生意 都是推陈出新的 之前就是否定了 所以他对人类的愚蠢 或者无知 都觉得很有趣 凡是所有星星的发现 或发明 其实很多都是建议 就是要推翻 就是 就算不是 甚至是 可能只是建立在 一些错误之上 或者你没有 你没有这种的根基 你怎样向前走 但是 我这样说出来 又好像很好听 但是实际上 他们都是有一些东西 是 他们有 对愚蠢的兴趣 不在于 那么露霧岸然的 题目之上 例如卡利维尔的本书里 有个例子 有个例子 其实他有一阵子 很喜欢看一些很愚蠢的东西 他和他的好朋友 一起 花很长时间 在图书馆里面 是专用一些超级白痴低能的题目来看 不是那些都不看 他在这里说 我们花很多年的时间 研究愚蠢了 在一些很长的时间里面 我和他的朋友 即卡利维尔和他的朋友 就疯狂地 只是读那些极其租高的书 而且认真研究 各大图书馆的书目 而某一些书名 就会 给我们一个期待中 宝贵的想法 如果你看到 例如有一本书的名字 叫做 《论早期自行车》 对良好风俗的影响 他说你肯定 就会有所收益 那就是 其实他这样子 很无聊 他们这些所谓的文化人 电影人去哪里 去图书馆 看完所有无聊书 是啊 还有Echo 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他说 他这个是取笑出版商 做一些赚钱 但是很无聊的出版物 就是怎样呢 他说 他收藏了一本书 叫做 《当代意大利人传记词典》 听名字好像很厉害 但这本书是说什么呢 他说 就收留了很多很多人 其中一个 就是 出名的意大利人 出名的意大利人 有一个很出名的译家 就是有一个出名的译者 就是著名的译者 和作家 是的 他就只写了两行字 就是一年出生 就是一年死亡 就是他的条目 就是出生年份和死亡 是的 但是 紧接下来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听过的人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认为 德奥达托布里茨 占了整整两篇的蝙蝠 就是两板子 是的 是两板子 那说什么呢 他有什么重要呢 其实这个人也没有说什么 他给了钱 就可以有两板子那么长 就是说他 这个人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实际是一个很妙的赚钱方法 是的 我们应该出一本 《香港名人传记录》 这样 接着就邀请各方人士投稿 然后就 如果想写长一点 当然可以给多些钱 我就可以写 是的 就是他说 那些人在出本什么 就可以赚钱 那可以写什么 写了两页 不是这个两页 但是他说 还有一个人 就是叫做朱利奥甲科忙 他就说 这个人也很重要 他呢 为什么呢 是编出了一本 一千五百页的红篇大作 亦是他和爱因斯坦 和教皇皮以示十二世的书信杂 那这本作呢 那这本作呢 那很厉害 写了一千五页的书信杂 是的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这本书信杂 就是他写给爱因斯坦和教皇的书 就是只有他写的部分 但是就没有爱因斯坦和教皇的回信 是的 原因不是因为不收录 是因为他们没有回覆 那其实用这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制造很多著名的书信 因为我们有很多新的商业思想 是的 我们已经可以 比如我可以寄给胡锦涛 温家宝 是的 又或者我写信给梁文道 是的 或者可以写信给昆德拉 是的 我们可以写信给昆德拉 是的 都可以 写中文 你实际上可以想一想 这个新的商业思想 可以出一本书 是的 就是我和李达宁和昆德拉的书信集 救命 还有爱爱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癖号 实验 实验 是的 实验 他喜欢做些什么呢 Danny 介绍一下 我觉得他有一个类型的 就是他有一次去法拉克福书展 大家知道法拉克福书展 就是欧洲或者欧美来说 很重要的书展场合 跟香港书展有些不同 香港书展就是在那里买书的 但是那个书展的主要场是用来买版权的 嗯 后来看到一些很重要的著作 其实那个版权也是在那里谈出来的 话说 I.O. 去到那里 他跟一班出版人说起 一班最大的出版商就说起一个现象 就很不似一个现象 就是说 原来有一些出版社会捧红一些人 就说到一个人很威敬 但是其实是无料到的 嗯 所以就很不似 于是他就拿了一条招式出来 如何报复他们 那他怎样呢 你讲 我还要讲 你再讲下去 原来他就说 好了 我现在不如我吹了一个人出来 就说他很厉害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卖他的书 就说到这个人写了很重要的著作 那本书已经写好了 就叫做让我来说 周围跟一些出版社的人说 然后就在见到人就说 见到人就说 在一个大议会上 慢慢散布这个留言 那去到当晚 有一个重要的晚宴 忽然间就有一个 美国来的出版人 就拍着一肩膀 就说 哎 我这次已经将这个 让我来说 这本这么重要的著作版权 买出来 这样 嗯 Echo 觉得很好笑 因为根本没有这本书 是他自己吹的 是 所以Echo 就会玩 我觉得 我觉得在香港也有些可以相对似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吴延祖当年玩这个四大天空 Alive Alive 就是玩这些奇怪的东西 对 还要玩这些不知什么 不裂 不和 所以其实 就是读书人 或者文化人 和一般娱乐圈的人 其实也做了 Echo 也做了这些东西 就是自己扮自己写一个 自己写一篇书评 但是那篇书评 根本就没有这本书 是 是的 或者我们下一节再跟大家讲 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好